創新創業是推動城市發展的關鍵引擎 台北自去年起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畫 研發補助項之下新增主題式研發及創新加速兩項補助類別 最近在推出全新的新創拔肩補助 以自動訊軟體及生技醫療產業為增監領域 預計補助三案 符合資格者最高補助合計1500萬元 開拘動的智慧城市 我想我們完成了兩項重要的工作 第一個也就是我們台北市在上個月也正式宣布 我們成為全台灣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地方政府 定定人工智慧的作業是AI Policy 也就是我們參考的國外主要城市 包括在美國最先從保安省 紐約 當然舊金山等 開始定定AI人工智慧的規範 也就是AI的發展當然帶動很多生活上面的便利進步 但更重要我們也要有一定的規範 還能夠正確使用人工智慧 所以各城市他們也盯定了作業實驗 台北我們首先提出我們台北市政府運用人工智慧的作業實驗 讓我們市府團隊各局處有很清楚的標準以及原則可以follow 讓大家能夠更放心的去創新 去勇於提出結合 去勇於提出結合AI推動科上的實驗 那第二個也就是我們運用到很多的實驗上面 舉例來講1999話物中心 大家知道當市民有任何問題 撥打1999可以反應你遇到的困難 然後市府派員比如說露宿倒塌 炮製有問題 或者是想要詢問這個垃圾清明的時間等等 那過去我們就覺得畫物中心 我們的畫物人員用實際去看其實非常辛苦 他即便是非常有經驗的畫物人員 電話進來 考聽 記錄 然後趕快搜尋答案 還有轉化成民眾進行的話回復 所以這樣整個過程 其實耗費很多的時間 而且很有可能在忙之中 可能有出錯的風險 而且當監控手 比如說下午一場強調流 或是開放來臨前 其實畫物中心進線的電話非常多 很難應付 那有時候監控時段 我們很有可能就會missed out 可能是非常重要緊急的救命電話 所以我們這一次把深圳是AI導入 就在這個月 我們的1999的畫物中心 我們已經開始將語音轉換成文字 直接下一個plot 然後結合我們市府的資料庫 馬上精準的答案出來 畫物人員直接回復 不但大大的提高的效率 縮短時間 也讓整個回復民眾的精準度大幅提升 所以這個就是運用GNAI非常具體的成果 所以兩科引擎我們有具體成果 今天兩項對於信號團隊的新政 第一個 我們的拔尖補助計畫 另外產業局和台灣智慧雲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簽署AI算力支持合作協議書 提供AI新創申請30萬元的台灣AI雲平台免費算力資源 可以進行許多複雜且高效的任務 透過處理大量數據和運行複雜模型來提升效能 我想這個也是AI信號團隊非常需要的一項重要的服務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到對於AI研發有興趣有熱忱 而且願意投入心力的朋友們得到這樣的一個協助 所以兩項具體的計畫 我們希望能夠帶用整體信號團隊同步的發展 那剛剛我也才知道也非常高興 有越來越多國外的人才來到台灣落腳台北 包括有一位很有名的Mark Burge 他剛剛宣布拿到了金函 他也決定要投入台灣 我們很高興不只是協助我們台灣的信號團隊 我們也希望展開雙幣歡迎國外優秀的人才 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因為台北市我們有豐富的資源 超過70%的橋外資會是在台北 超過八成的創投也在台北 那全台灣超過55%的信號團隊也都會是在台北 我們有各方面各領域優秀的人才 我想這個是所有團隊的夥伴最需要 資金人才以及各方資源的協助 我們會持續聽起各界的意見 也希望大家鼓勵給我們建議 讓我們對於信號團隊的協助能夠真正到位 首先這個代表創業 這個新創建跟謝謝市長 就是帶給我們這個創業行政 那也不滿意市長說 台北其實真的是滿意創業的地 華碩自己在三十幾年 其實在台北創業成功 我們在過去幾年也在華碩自己這邊 也在不同的項目上也創新創的五六家公司 就是有生技的也有台志宇等等 我覺得台北是這個人才密度 這個題目的多樣性 有很好的條件 他整個世界現在把AR2給給這個新的AI的樣貌 AR2給給你講 就是剛剛市長講的GEN AI和大學的模式 所代表的很多產業在重構 很多產業令人在尋求新的機會的新的樣貌 所以我們正在這個風口上 很榮幸能夠拋棧引玉 就由我們AI衝突加速器的團隊 跟著我們三十幾年的算力 能夠跟到台北市的心創 我們一起在台北這個福利 加速繼續求更多好的題目 講完揭示台北市創新創業的兩大新政策 盼協助新創加速走向國際 擴大營運規模並加速成長 記者問句台北不到 也就是說3號工作是沒辦法申請的 阿們 阿們